今天开始做冲锋枪硬核测评 看到标题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期的主角是乌兹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1.伤害 乌兹的基础伤害为24点 暴头为44点 打裸甲要5枪 1级甲6枪 2级甲7枪 3级甲10枪 打裸头要3枪 1级投4枪 2级投4枪 3级投6枪 冲锋枪打4只有1.3倍伤害加成 而且4只还没有护甲 所以乌兹打4只一枪伤害为24x1.3等于31.2 只需要4枪就能秒人 2射速 打完三速发子弹 一共耗时1.63秒 射速为3数除以1.63等于21.47发每秒 是吃鸡射速最快的武器 3秒伤 秒伤乘一下就出来了 24x21.47等于515.28 秒伤非常惊人 和步枪相比 也只比狗杂的秒伤低 高于其他所有步枪 4. 换弹时间 不装弹匣时 普通换弹为3秒 战术换弹为2.2秒 装了弹匣后 普通换弹为2.1秒 战术换弹为1.6秒 这个换弹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 5. 子弹输速 由于乌兹只能装红点全息 最高能瞄到200米的靶子 所以就打200米的靶子 子弹打出到命中 一共耗时0.6秒 子弹出速为200除以0.6 等于333.33米每秒 子弹出速和ACVAL VSS是一样的 6. 弹容量和配件 乌兹的出时弹容量为25伐 扩容后为35伐 能安装4个配件 配件的选择上 瞄准镜 红点和全息都行 看个人喜好 枪口选补偿器 毕竟就是近战武器 消音根本没用 弹辖是快过最好 其次是扩容 枪托只有乌兹专用枪托可以选 总结 乌兹的优点是射速极快 秒伤极高 弯弹很快 后座力低 缺点是单挖伤害太低 射成近 弹容量一般 由于射速快 导致子弹不够用 在实战中 近距离作战是非常厉害的 不管开进还是腰射都非常稳 实力被很多人击估了 但用他的时候 要注意剩余子弹数量 稍不注意 就会因为打工弹侠导致被击杀 是落地可以无脑冲的神器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